一岁男孩误服半瓶文香叶 被送到医院时浑身颤抖 呼吸衰竭 随时都有可能死亡 门外的父母因为自责 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当儿童医院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派出两名医生前往救助 为了更好地了解病情 医生在路上搜索了文香叶的主要成分 可这一搜却让两位医生吓得直冒冷汗 一旦吸入过多 短期会出现中毒反应 但远期可能会造成肺纤维化 阳王爷索命谁都拦不住 当他们赶到医院时 发现医生正在抢救这可怜的孩子 血氧浓度低到了惊人的77 这两肺的呼吸是对称的 它是有肺水肿 肺水肿还是很重 三天有蛋挞的有没有 给他灌个馆吧 为了保证孩子能够安全转移到儿童医院 医生们首先要稳定住孩子的血氧浓度 否则孩子会在转孕的过程中出现心脏铸停 此刻父母在门外交集等待 是吧 孩子是自己不小心喝到了是吧 对 喝了多少大概是 喝多少 也不清楚是吧 那原来里面是满瓶的还是 是满瓶的 医生首先确定孩子喝了多少量 并且还要排除家长故意投毒的可能性 了解完整件事情的经过之后 医生委婉地向父母表示 目前孩子的情况并不乐观 希望父母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整体的情况是不是不乐观的 一个是他现在血氧的情况特别不好 肺里面还有出血的情况 另外前面抽搐的时间也比较长 如果是他始终的这个情况不稳定的话 可能还不一定能转得过去 医生的话有如晴天霹雳砸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捂住自己的双眼哭泣 身为家庭主妇的自己 因为一时疏忽 却让孩子遭受到了无望之灾 如果孩子挺不过去 父亲不知道剩下的日子里该如何生活 好在幸运女神站在了医生一旁 孩子的血氧饱和度达到了转运的要求 事不宜迟 医生立马将孩子推到了救护车上 来到儿童医院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给孩子安排了脑部和肺部的CT检查 可结果却让医生们皱紧了眉头 很快孩子被送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而父亲担心孩子出现意外情况 他每天晚上在车里睡觉 此刻他只想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经过六天的治疗之后 孩子的情况比想象中恢复的快 孩子已经摘下了呼吸机 妈妈迫不及待的赶到病床前 将心目中所有的担心和温柔给予了孩子 看到几天未见的妈妈 宝宝也在用力的回应 经过二十天的治疗之后 宝宝已经恢复到了健康 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 如果家长多操一份心 孩子才有可能多一分的幸运